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年英国的天气 很凉快 这个是历年来最冷的一个夏天 那么这个平均温度也就是20多度 有的时候 天因下雨会降到这个 十几度啊 所以说这个而且经常下雨 那么今天难得一个 比较好的天气啊 虽然是多云啊 这个但是这个没有下雨 那么这个有的时候下雨 我们这个要经常备备的就是雨衣 毛衣 棉衣 这是夏天啊 所以说这个 世界上都很 全世界都很热 只有英国 这个小小的这个岛国 这个很凉快啊 相对来说就要冷了 那么这个今天这个星期天啊 这个 我这个 有的时候就到这个公园里面做运动啊 做运动 这个舒展一下这个身体啊 做做这个太极等等啊 那么这个今天顺便呢 我就在这个美丽的湖边 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我这个 今天要讲的主要话题啊 这个 就是胃病 常被忽略的这个 症状之一啊 第三讲 这个 胸痛啊 胸痛 这是胸的 左边 胸的右边 再一个 邪肋疼 邪肋疼 还有这个 背痛啊 背痛 那么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 有的病人呢 到我这的时候啊 这个 他说是他 胸痛 那么到这个 疼得非常厉害啊 这个有的时候还影响到呼吸 我们前面讲过啊 影响到呼吸 肯定影响到睡眠 但是呢 他这个怀疑是心脏病 那么就到这个医院里面检查啊 做ECG呀 这个这个 做心脏的功能检查 都没有发现问题啊 没有发现问题 那么还有的病人呢 他这个背疼啊 像这个背疼 背疼好 好长时间啊 好长时间 又是这个 疼了几个月了啊 那么这个 他的这个医生 有可能说你这个 muscle strain 也就是你的这个 肌肉拉伤了啊 肌肉拉伤了 那么这个做理疗 做这个肌肉的这个治疗 都没有作用啊 有的这个 有的病人就疼了好几年了啊 有的有一个病人从这个 这个科威特来的 疼了九年了啊 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都出现过 那么他这个 所有的医生治疗都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 有的病人那个邪肋疼啊 邪肋疼左侧或者右侧 那么他们就要检查 看是不是肝胆的问题啊 看是不是脾胀有问题啊 肺脏有问题啊 心脏 都没有啊 都没有那么他就说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但是最后呢 这个让我来治疗 我发现了都是一个常见的胃病啊 胃病 那么这个在讲这个 之前的期望大家这个点赞 这个加关注啊 这个最近这个我这个看到我这个粉丝 这个我不是为了图钱啊 我的这个 看病治病这个经济收入可以了啊 可以了 不是贪得无厌的啊 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讲呢 就是因为这个 也许在我的身后啊 在我百年之后 这个这些经验呀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呀 就没有人看了啊 没有人这个知道了 这是一个 遗憾啊 这个我就说是 趁我在这个还在的时候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的这个 在几十年临床中的经验啊 有的呢就是在书本上有 有的书本上没有的啊 像这些病呢 这个都是在临床实践中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的知识呢 一个是来自于这个 书本 啊 还有这个老四的传教 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自于实践 那我的这个大部分这个知识呢 这个要讲的这些东西呢 都来自于 几十年的临床实践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人讲的这个花为知己这容啊 这个 勤为知己这谈啊 能够得这个这个 这个 能够得意知己足矣啊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如果有几个人看也就可以了啊 没关系这个 当然你要看的话就这个 加个加个关注加个点赞啊 刘可言 这个对您来说也不费太大的功夫啊 这个这样能激发我 让这个继续给大家这个 讲啊 那么这个 今天讲的这个 胃病的表现就是胸痛啊 有的被人长期胸痛啊 胸前去疼痛 那么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有的时候这个 左侧的这个 胸痛 有的是右侧的胸痛啊 那么有的是邪漏痛 有的是背痛 那么这个用 什么样来解释呢 比较快啊 就是用中医的经络解释比较快 那么我们知道 中医的经络 这个胃经啊 它这个从这个颈部啊 颈部的前方啊 人影这个地方 然后到锁骨 然后经过我们的 乳头的正中啊 然后经过乳下啊 然后斜下 然后经过这个腹部啊 经过腹部 然后向中间走到腹部 那么这样能解释通了这个胃病 可以沿着它的经络 到胸部啊 到胸部 那么这个为什么可以到邪漏其他地方呢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胃的 这个香表里的这个 一般我们讲这个脾和胃是一起的啊 脾胃不合啊 或者是脾胃这个气虚啊 脾胃这个不见呀等等 这个那么脾经啊 脾经有个大落 叫做胃子这个脾子大落 出冤叶下啊 从叶下 六寸啊 在这个邪漏的地方啊 也就是说这个脾的经络可以到斜下 所以这个可以出现斜下的疼痛啊 有的病人很疼得很厉害的啊 但他又不是这个 其他的这个真正的 像这个肝胆呀 这个脾脏自身的问题 而是胃引起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背疼啊 背疼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背上啊 这个有 膀胱经膀胱经上有 这个皮疏 和这个 胃疏啊 皮疏和胃疏 那么这个皮疏和胃疏呢 它就和胃相通的 相通的 那么这个皮疏和胃疏呢 它就和胃相通的 相通的 也就是说他这个他有输注啊 出入的关系 所以说我之前 这样解释呢就比较容易啊 那么另外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锡的解释啊 锡的解释那个胃是一个 这个中空的 平滑肌组成的啊 有纵形的横形的斜形的 平滑肌组成的一个囊带 这个囊带呢 他这个上下啊 这个和这个他的由这个石道下面以后 他和这个隔肌相连啊 隔肌 那么隔肌呢 这个和他非常比临啊 那么隔肌呢 又是这个 和我们的肌柱啊 和我们的这个 肋骨 都有很强的这个肌肉联系啊 肌肉联系 那么这个有很多肌肉都附着的这个肋骨上 和这个肌柱上 那么这个胃病的这个 产气 产酸或者强烈的收缩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冲到隔肌 那么有的时候呢 影响到我们经常这个知道这个 这个隔肌颈链啊 像额逆 实在他没有额逆的时候 他还可以颈链 那么这个颈链呢 就可以牵扯到肋骨 也可以牵扯到这个背部的这个肋骨啊 那么引起的这个强烈的疼痛 那么也就是从这个神经也好 从这个肌肉的这个牵扯到这个颈链也好 从我们这个胃这个经络啊 胃的这个经络也好 我们都知道胃病可以表现为疼痛啊 这个疼痛呢 你觉得好像腹部胃这个地方 胃完的地方还不怎么样啊 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个上碗 中碗下碗这个胃疼啊 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他是胃疼 但是我们看到的病人说说我胃好的呢 胃不疼啊 吃也好着呢 但是他这个出现了胸疼 肋疼啊 背疼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 这个注意这个 认识到他是胃病的一个表现 那么胃病的表现我们叫治疗胃啊 治疗胃 那么实际上我们要根据这个胃的这个前面也讲过啊 根据胃的这个 它是时机呀 或者是这个气质呀 或者是这个 气虚呀 或者是这个 脾气虚啊 还有这个阴虚呀 火旺等等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 用药治疗 也可以用针灸的方法啊 针灸的方法 像这个 河骨啊 内关呀 内关穴 足三里穴 胃部的胃腕穴 还有局部的针灸 对它都有好处 另外我们背上的啊 背疏穴 背疏穴 皮疏胃疏 还有这个整个背部的这个 背疏穴 都可以治疗 都可以治疗 也可以在脊柱上按压按压 找到痛点啊 给它这个刺激一下 这样对胃的这个疼痛有很好的缓解 另外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这个 这个 一个最快的方法 让病人几分钟啊 我经常以前 跟他讲过 五分钟 三五分钟就可以这个 缓解他的疼痛的办法啊 这个缓解他呼吸困难的方法 缓解他这个 其他的方法 就是一个药啊 这个我这个 平时用的这个 香沙养胃丸啊 和这个 配合一粒啊 一粒这个 云南白药胶囊啊 这样合起来啊 别人吃下去后 立即就缓解啊 这个云南白药胶囊呢 它有缓解止痛的作用 也有活血化育的作用啊 那么这个 还有这个 它有修复表面的作用 那么胃这个 为香沙养胃丸呢 它可以帮助胃的消化啊 帮助胃的消化 可以离气啊 像这个 这个木香这个沙养可以离气啊 这个还可以这个 消失导致等等啊 这样那个病人就很快这个 可以缓解啊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个中医生 不管是你是医生也好 你是这个病人也好 如果你这个 你是一个医生你就要注意这方面的治疗 如果你是个病人 你可以建议你的医生 我是不是胃的问题 你看看是不是我有胃疼 当然还有一个检查的方法 但是这个病人来了以后 你这个在他的胃碗的啊 在左侧 胃碗的地方 向下 向上点一点 按一下啊 如果按着啊 他疼 那就是胃病啊 或者是前表性胃炎 还有就是糜烂性胃炎 或者有其他的胃病啊 总之来说是我们要认识到 他是胃病啊 好今天这个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希望各位这个朋友专家啊 批评子症啊 另外这个也希望我的这个病人呀 或者是这个 这个医生呀 能够从中能够借鉴一点点啊 好谢谢啊 对 从前面上的痛苦 对不对 对 这支部的部分 对 对 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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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 对 多多年 10年了吗 多年 7年了 对 7年了 对 7年了 10年了 9年了 约9年了 你的姨姨曾经认识到医院, 没有人可以判断 没有, 没有人可以判断 你也不判断, 没有人可以判断 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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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停止 不像你 你的朋友推荐你来到这里, 我说是腿部和腿部 我们用腿部和腿部给你一些腿部 现在只有两个治疗, 今天是第三个治疗 你会感觉更好, 对吗? 对, 她认为她想要飞 你感觉很明显, 对吗? 对 以前是重点, 现在是更好, 对吗? 对, 改变性格, 对吗? 对, 这治疗是非常好, 对吗?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非常好 对, 持人经营了 我不会认识你, 非常好